小朋友氣喘喘的從外面跑回學校 雖然辛苦但臉上都能看見笑容 就可以看出來這次活動的意義 避逢國小今日舉辦親子健康路跑活動 希望藉此活動提升校內運動風氣 並增進親子健的感情 我想我們今天辦理這個親子健康路跑 其實最主要的目的有兩個 就是一方面我們學校在推動成都 我們覺得這是穩的部分 那穩的部分我們覺得健康 對每個人來講都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麼我想透過這個親子路跑的活動 一方面可以促進小朋友的健康 跟家長共處的時間 更重要我們今天是照著我們學區跑 我希望我們的孩子對我們地方 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讓對地方能夠產生更深的連結 更愛地方 在健康之餘能夠培養親子感情 更能夠感受到這塊土地 對它的重要性 這次活動分為低年級及高年級 低年級在學校操場慢跑十圈 高年級在學校外圍慢跑四點七公里 雖然四點七公里的路程 對小朋友們會有點負擔 小朋友也還是可以努力完成 校房希望藉此活動 訓練小朋友的體力外 並培養運動家不服輸的精神 其實剛在路跑的中間 我覺得我們小朋友 第一個他很興奮也很高興 其實他們平時都知道今天要路跑了 有四點五公里 因此他們平時就在開始練跑 那在整天整個跑的過程中間 其實我們是盡量控制小朋友的情緒 因為他們會很興奮想要跑快一點 那我常提醒他們健康路跑是慢跑 是慢慢的跑是健康的跑 那麼所以他們也都很配合我們整個的節奏 那跑起來大家都非常的快活 當然到最後這一段會很疲倦 但我想這對小朋友來講 是一種體力的鍛鍊 也是一種抑制的訓練 議員林永宏對於這次的路跑相當肯定 也鼓勵現在小朋友可以多走出戶外 選擇有興趣的運動項目 遠離3C產品 在這裡讀學以外 我們訓練健康的身體 也是很重要的一項目 我們的學生 如果可以這樣咳嗽運動 我們有健康的身體 盡量多花一些時間 接觸到台主人 接觸到我們的訓練 保養好的生活習慣 還有我們的身體訓練都好 我相信這是 我們教育最重要的 集中一個目的和意義 運動有益身體健康 選擇適當的運動可以強健體魄 提升自我的自信心 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 明星中博君草吞采訪報導 採用我的身體 可以打開 保養好的